北京时间9月30日20点 杭州亚运会女足四分之一决赛展开争夺 中国女足对阵泰国女足 比赛第三分钟 李蒙文右路船中 王珊珊中路包抄投球破门 中国队开场仅三分钟就闪电破门 打破了比赛的僵局 主场1比0领先泰国队 王珊珊再次投球 帮助中国队打破僵局 这场比赛对孟幻开局 首发的右后位李蒙文在右侧 接到杨林娜的中场斜传 这球传得非常准 李蒙文停下来之后 调整一步右脚一个弧线 绕开前点跑二队员 王珊珊撤半步去抢这投球 难度还是挺大的 这球顶上了力量和角度 死角 比赛第40分钟 王霜进区内得球后 连续摆脱防守后 左脚出射破门 中国队2比0领先泰国队 他那一下假动作 可能都以为他要挑射的 这就是王霜的客人能力 王霜本届比赛就是追求这种完美的进球 就完全把对方防线过掉 这个挑传给的很血液 王霜让身前 一个假动作以为他要挑射 扣 再扣 左脚扣 然后 比赛第50分钟 中国队右路传中 王霜后点投球破门 中国队3比0领先泰国队 王霜没开二路 这个球呢是右侧全中 王霜之路高高跃起 也顶了一个抛物线 提球滑过了对方门将的手指 掉下了球门 比赛第80分钟 中国队开出左侧战术脚球 随后张欣45度传中 泰国队禁区内一片混乱 杨丽娜乱战了抽射破门 中国队4比0领先泰国队 门前乱战中啊 还是把球打进了 对球看自从外围起了一个高球 但是卸下来之后 三个人围着这个球 形成了包夹之势 其实短角球 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局部增加 进攻球员之后 能够在门前制造混乱 这个球 最终 全场比赛结束 中国女足4比0大胜泰国女足 晋级到半决赛 中国队半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队 感谢您的队